好事多么 欢迎大家来到参加我们肯定地的分享 我是蔡薇 现在在Docloud是负责容器 还有Whatsum 还有多云相关的一些项目 然后同时也是肯定地的免策的 今天的话是因为身体原因 需要戴口罩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不是什么传染性疾病 大家好 我叫福伟 我现在在微软 然后今天很高兴 能以肯定地免策的身份 跟大家介绍 关于这个项目 现在的一些情况吧 我们先看我们社区的一些增长的趋势 然后根据CNCF今年初的 2022年的年度报告上来看呢 就是正在生产环境上 使用肯定地 以及正在评估 使用肯定地的用户 他们正在变多 从20年的36%增长 到2022年的56% 我想说是这里面应该有 Docker Zoom被Devricate掉的一些原因吧 就有一些 Docker用户现在逐渐地 往肯定地上迁 对 然后这个数据呢 也给我们Maintainer带来一些压力 这个是由Linux Foundation 所提供的一个Dashboard 然后这个是近9个月来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现在的EASU数 涨得非常快 然后我过去几年 在Maintain这个项目的时候 大概活跃的 EASU数也就一百多个 然后现在已经涨到了 快四百五个了 然后呢 这里面的很多EASU 都是跟 都是跟那个Docker Zoom 前一过来有关 然后我们的场景变多之后 对可能地的需求 也在 也在变多 然后呢 也帮我们发现了一些 就是潜在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所有的contributor 都来自于全球 然后目前比较活跃的是 美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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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国家 对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 Maintain的压力比较大 然后我们过去九个月 然后也 也招募了四名 新的Member 然后他们分为来自 Docker 微软 Docker Cloud 以及英特 然后我们整个社区现在 还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 我们在过去做了两个 比较重要的决定吧 就是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开始支持了 长期支持了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以1.6 这个版本 做我们第一个LTS 我们会支持到 25年的2月15号 然后呢 另外一个决定就是 因为我们在1.7 引入了很多新的feature 所以我们决定 就不再发布1.8版本了 我们会直接发布 直接发布2.0 对 关于 关于1.6这个版本呢 需要提一点 就是说 它跟普通版本的差异在于 我们平时 对于普通的版本的话 我们只 只接收一些 Security的patch 但是对于这个 长期支持的版本的话 我们会定期做一些 Goal版本的升级 然后相关的依赖的 相关的依赖的升级 包括 因为我们承诺是 1.6会 支持所有的 Active的 Kubernetes的版本 所以我们 我们也会定期的把 那个 主分之商的一些feature 回合回来 所以说你可以用1.6版本 能一直用到 25年 但是需要提点就是 因为我们是在 25年2月份 会把 Devr给掉嘛 所以我们会在 24年的8月份 把它变成一个 普通的版本 对那个时候 我们只接收 关于 CVE相关的一些修复 对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开始介绍 1.7的一些特性 在1.7中 其实主要是 增加了 那个 核心的一些功能 然后还要去做了一些 这个 功能上的一些 大的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更新 其中大家应该可以 之前有关注过的 就是这个 Tentbook Service 还有这个API的 一个这个增加 它实际上就是 在Same层的一部分 增加一个API 去更好的去管理 一组这个container 一组动器 然后这个是在 这个 1.17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 用一个环境变量 去把它打开 然后另外就是 这个NRI的 这个更新 然后 这个会不会 稍后会 就详细介绍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 Transfer Service UtentimusVis的 一些这个 新加的一些支持 还有这个 GPCSame的 一个这个支持 然后我们现在 就稍微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Samebox的 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会 设计到很多 三个模块 大概就是 分别是我们去 我们是在 这个Same层 我们在那个Same 这个程序 这个这一层中 我们去定义了 一个出来 一个这个Sandbox的API 旁边是 Sandbox定义的 具体的一个 这个函数 接口 然后那个Same层 定义Sandbox API之后 然后在 这个Kennedy这一层的话 会增加了一个 这个Sandbox的Service 然后在这个CRI这一层中 我们去增加了一个 这个Sandbox的 这个Controller 应该在 可能地中 增加了一个 这个Sandbox Controller的一个 这个接口 然后在这个CRI中 去使用这个接口 去进行一个 杀箱的一个管理 然后通过这种 这个Sandbox API的话 实际上可以更好的 去管理这个 运行 多个运行设备平台 就比如说在 这个Linux Linux Windows上的 也还有这个 或者其他的一些 这个容器的一些格式 容器的一些形式 比如可能的VM之类的 然后我们主 我们来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Sandbox的 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这个 一个逻辑吧 就是它心中的 它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它在这个上层 去收上出来了 一个Sandbox Controller 就这一部分 是在CRI这个插件中 然后那个 默认的话 是Pod的Sandbox Pod的Sandbox的 这个Controller 它实际上就是 一点 它实际上就是 1.17的默认形式 以及1.16的时候的 整个的原样的一些代码 也靠过来的 然后它 可以看到 它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Sandbox 大家都在于 那个Pose的 Pose进行的 一个这个创建 所以我们在创建 一个Sandbox的时候 它实际上最主要的 就是通过这个Pose 来把持住 整个的这个Sandbox的 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通过Sandbox API 我们在Sandbox API中 去通过这个 在Sandbox中 去定义这个Sandbox API 就可以看到 Sandbox的这个 然后我们 再更上层的话 是通过这个Sandbox Sandbox关理器 然后我们从上面来 往下看的话 就是当一个这个 当一个这个Sandbox 创建请求 到来之后 这个我们会根据 这个用户的一个配置 会选择 就通过这个 Config来配置 然后去选择 到底是使用这个 或者Sandbox 还有老的那种模式 这个Pose镜像的模式 还是走的这个Sandbox的模式 如果我们走到Sandbox的模式的话 它会进入到这个 Remote的这个Sandbox的 Controller这个逻辑中 然后它是会访问这个 ContentD中的这个Sandbox的Service 然后它通过创建的接口 去启用和之前一样的逻辑 去起一个这个Same 然后它再去创建出来这个 在这个Same中去创建出来 这个具体的Sandbox 因为这里边 这其中的具体的逻辑的话 就是由这个Sandbox的API 就是SandboxSame 对待的逻辑来决定的 它可以决定 是否去 是否要起一些 常态运行的一些进程啊 还是说它就是在一些这个 由自己的某种方式 来去把持住一个 或它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 来去这个 去代表一个这个杀箱 然后另外的逻辑就是 可以去启动一个杀箱的话 实际上也是走的这个 Sandbox API的这种方式 然后它是 然后后续的 当一个Sandbox创建好之后 就会进行一些 后续的一些逻辑 就是正常的 这个Task的这个创建 然后 当前是在1.17中的话 我就刚才所说的 就是它是默认的话 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环境变量 来进行开启的 然后它在2.0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进行 作为一个默认的一种模式 就是Sandbox 作为一个默认的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去在 就是配置这个 Sandbox的这个模式 就是走Same的还是走最原始 最原始的这个PortSandbox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NRI的 这个更新 然后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 一个概念 它在1.17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 这个概念了 然后它在最开始 它我们可以就是0.1版本 然后它是启动的是一个 二进制的形式来进行一个运行 它主要是 它主要是通过在这个容器 容器启动的 容器启动前去执行一次 这个NRI的这个插件的二进制 来去做在这个节点中 做一些特殊的一些 跟容器相关的一些处理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最新版的这个NRI中呢 我们是要最主要的就是 有两个更改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NRI 现在是已经去插入到 OCI和OCI之间的 这个转换的逻辑之间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对于NRI的访问的话 我们就开始使用 这个TTFPC的方式 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 创建一个容器的流程的话 大概就是 通过一个创建容器的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RI的一个工作方式 就是一个CII的请求过来之后 然后它是需要去转换成 一个OCI的一个格式 然后下发到 最底层的这个time中 然后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 我们实际上会去通过NRI 来NRI去访问 这个NRI来 来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 TTFPC的方式 去访问NRI的一个插件 然后去做一些 这个OCI的 这个 比如说 额外设备的一些挂载 然后这个资源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 这个调配 就是额外的一些修改 其中我们甚至 还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其他容器的一些驱逐 和更新的一些操作 就比如说A资源的创建 可以导致 导致B资源的 B资源的一个 这个 这个CPU用量 CPU的限制的一些 这个修改 或者说是我可以 甚至可以直接驱逐掉 B容器 然后这个NRI中 它 NRI这一次的话 更新的时候 这一次更新 它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速 还有一个这个注册 或者说是它的一个 NRI的注册的一个机制 然后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这个NRI的 二进制的一种 这个注册方式 一种是这个 NRI分为两种类型吧 一种是这个 二进制的一种 NRI的一个插件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一个外部NRI插件 它是通过一个socket 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图 上面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 二进制的方式 可能它在整个启动的时候 它会去通过一个目录 去通过指定的 那个page的这个目录 去 指定了这个page的这个目录 去查找到这个 那个NRI的这个 插件的二进制 然后去启动它 然后进行后续的一些 这个 从上到下的一个注册逻辑 先注册自身的插件 然后进行一些page 然后同步 同步就是指张 那个Kennedy中 已有的一些这个 容器还有Tandbox 一些信息之类的 同步到这个NRI的 这个插件服务中 然后后续就开始进行 一些正常的NRI的 一些TJPC相关的一些请求 然后插件也可以去 额外去反向去调 反向去往回调用 去通知这个NRI这一部分 需要去更新一些 需要去更新一些 其他的一些容器啊 之类的一些操作 然后在这个额外的 这个NRI的插件的 这种机制中的话 他们是通过一个socket 来进行一个 NRI的一个发现 就是NRI可以在这个 可能在D启动之后 来进行一个 再进行一个启动 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 这个移除之类的都可以 然后D的一个启动 移除可能还是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NRI的一个启动 然后它实际上 就通过这个socket 去进行把自身进行注册 也就是说一个 实际上一个二进制中 其实NRI的一个二进制中 它可以去注册 N个这个NRI的插件 然后后续的 实际上就一样了 就是先去进行一些 而外的一些配置 然后这个配置 可能在这个场景 但是没有的 因为它自己是启动的 然后就是 亦有资源的一些同步 然后后续的一些 这个TTIPT的一些 这个NRI请求 对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Picture 然后在介绍这个新的Picture前呢 我们先来简单过来说 可能D在下镜像的时候 它就做什么事情 需要跟大家提示 就是它跟Docker不一样 是说Docker原来下镜像的时候 你是给 是客户端给那个Servor端 发一个请求 然后服务端 就Servor端 它就直接把镜像全下来了 但是肯定D它不一样 就肯定D它是在客户端做的 就所有逻辑 其实都基本在 我客户端这边 然后客户端会提供一个SDK 是Pool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个操作 主要完成两件事情就是 先从建仓库上 把数据拉到我的本地来 拉到本地的content service里面来 然后你把数据都下载完之后呢 会通过那个 它会调那个 Deep service 把里面的套包 解压到我的 我的Snapp Store里面去 所以说核心逻辑 就两个就下镜像 和解压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用SDK来做的 然后整个流程是很固化的 所以在我们现在 遇到一些新的挑战 就是说 像那个OCI 最近提出了一个叫 应该是去年吧 提出了那个叫 Refless API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 外的描述进去 踏取到现有的 那个镜像上去 就比如说 像安全供应链领域 你可以 对镜像进行一个额外的描述 比如说你添加一些 软件物料清单 或者是你的镜像 几千名之类的 对 它就是对于那个领域而言 它就希望说 我在下镜像过程中 我在下的过程中 我需要去教育这个镜像 是否是OK的 比如说 你这镜像用了一个购版本 但是购版本比较老 或是你用了依赖包 它有重大的CVE 你没有去修复 所以它可以在下镜像过程中 做相应的校验 然后来拦截到你 就是说 我不希望你这个POL 起起来 因为你有很多问题 没有修复掉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这个是一个SDK的API SDK的一个 它这个AP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 我们虽然说 我们对外提供了 是一个稳定的接口 但是我内部的实现 可能会随着 我版本的变化 变化 所以我们不能够 简单地通过 加户格点的形式来做 然后另外一个需求 就是来自于 机密计算 就是机密计算 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 我利用硬件的特性 我能隔离进程 包括进程 所访问的数据 但是 普通情况下 你下一个镜像化 是先下到你本地 然后再unpack 成一个rootfs 再挤这个安全容器 对不对 但是你挤完之后 其实你的数据 还是在我host的端 但他希望说 我的下镜像过程中 我能把这个流 直接导到我安全容器内 所以说 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个SDK 进行一个很大的改动 而且就是 它的接口也不会稳定 所以我们希望是 把稳定的接口 放到服务端 然后通过在服务端 加一些可配置的形式 来支撑 来支撑各种场景 但是回过头来 你看这个问题 其实它本质上 就是一个数据流向的管理 就比如说 你下镜像过程中 就是你的镜像数据 是可以在你的仓库 跟你的本地进行 传输以及转换的 比如说你下镜像的时候 其实是 是从Resistory 直接转到你本地 所以叫Pool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往这样的仓库进行推送 甚至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在两个镜像仓库之间 搭一个流 把仓库A的镜像B 直接传到那个 那个仓库C上去 所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数据流向 数据流向的问题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假定呢 我们抽象出了Transfer Service 也就是说我们 Transfer Service 管理的是一个数据流动的 一个插件 就是它可以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说 你每次数据的处理 都可以理解是一个 圆到端的一个转化过程 这种转化过程 可以是简单的Copy 也可以是一个 加减密的过程 或者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你解压 或者是你打包的 对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定 所以我们就后面就变成说 我们抽象能Transfer Service之后呢 我们就会定义说 你的圆在哪 你的目的站在哪 至于你中间怎么流转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交给开发者来做 对 然后大体上是这样 就是我们相当于 把所有的那个 把所有的操作都移到了 移到了服务端上去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1.7面做了这事情之后 我们希望在2.0 能推动更多的场景的 场景的落地吧 就是刚刚提到了 这个OCI的API 因为现在有一些 有些业务希望说 我在下镜像过程中 我不需要解压 因为解压过程中 会带来很多的IO 它可能就提前把那镜像数据 就提前我准备好了 我下载完之后 我直接我mount了都可以用了 然后甚至是说 我Lazy Loading 就我的镜像数据很大 比如说像那种大规模的 它的镜像可能有10 有10个G这样子 但我可能我真正读取的数据 可能也就只有 只有1 2个G 但是我可以通过Lazy Loading 其实我按需去读 然后甚至是你这种 镜像签名的 镜像签名的教研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做 然后甚至是说 我可以对于精密计算而言 我们可以把那个镜像的流 的目的端 直接转到完全容器内 然后呢 我们未来会在 Transfer Service 直接在CIN 直接去用了 然后对大体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一个1.7面 需要强调的一个feature 是这样 就是User N-Space 然后这个feature 我觉得内核很早就 很早就已经支持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来做呢 就是因为 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 就是你在用那个 比如说你用Unshare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把一个普通用户 比如说UID1001的这个用户 直接映射到你容器内 其实你是PID是零的 就是你在映射完之后 你的这整个进程 在你的容器内 其实是有很多的 capability了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你可以做mount 就是你原来容器想要mount 在容器内 mount的话 你需要privilege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 做这样的操作 你可以在做完映射之后 进程它的权量会非常大 但是它仅限于在 它的那个容器的 容器的环境内 然后就算它逃逸出去 它也是个普通的用户 所以说它对系统的影响比较小 但是这个feature 已经很早之前就有 但是我们为什么 现在才说的事情 是因为 所有的映射的权限管理 都是在内核 针对这个进程的访问权限上 做了优化 做了映射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进程需要读文件 文件的映射没有做 对于镜像构建的人 它很多时候都是拿UID0 就是拿路的用户去做构建的 所以你就算做完映射之后 你比如说肯德迪这个 这个其实它是UID0的 就是UID为0的用户 才能够去访问 但是你做完映射之后 你文件系统没有做映射 其实你还是无法访问的 所以你想要让它访问的话 你就要在它 就是你在你unshare之前 你需要把这个文件系统的UID0 通过那个Change Owner 把它改成1001 你得挨一个把所有的文件系统里面的 就是所有的文件 都便利一遍之后 才能够去消费它 但是你的镜像 比如说像Person 或Nolet.js 这种的话 你的文件数目非常多 如果你挨一个便利的话 你的IO会非常大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用它的原因在这 但是后来 到了内核5.12之后呢 提出了一个叫ID ID mapping的这么一个操作 它可以 它可以简单的 把一个目录 慢慢了成另外一个目录 就直接完成了 就ID的 ID的一个映射关系 比如说 Kanaddy这个 其实它是一个 UID为0的用户才能访问 但是通过这个映射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的里面的数据 其实就是UID 1001 就是你通过简单的系统调用之后 你就发现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用户 去访问这个数据了 所以有了这个特性之后 你就不再用全局 owner的形式来 来一个便利了 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去提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也就是为什么 Kuiman Netless它前段时间开始 做了这个事的原因 就是 但是我们在1.7里面 我们只是 做了这个全局 全局owner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 ID mapping在5.12的时候 它只支持了常用的文件系统 它到了5.19之后才支持overlay 所以我们是应该在2.0的时候 才会完全支持这个场景 对 对 大概1.7的feature 就讲到这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2.0我们的一些规划 2.0今天我在下面的展台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在问说 Centerbox什么时候可以用 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一个答复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在北美战开始之前 我们发布第一个Alpha版本 然后会在元旦前发布Beta 然后在我们春节期间发布正式版本 对 然后我们2.0里面做的所有事情 其实都是在把1.7里面的一些feature 给上用起来 对 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些 然后需要强调的是说 我们不只是加薪工程 我们还在删除以前 我们在老版本里面 被debricate掉的一些功能 如果说大家还在用这些feature的话 建议做一个升级吧 对 然后还要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CII的一些配置也会有一些改动 需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部分by default都用C7D的C部分嘛 原来是只是配置在CII的这个配置下就OK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希望这个配置挪到run time层面 所以说如果还在用这个配置的同学 可以稍微改一改 因为我们2.0里面会把它给挪掉 对 然后2.0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我们会介绍 关于肯特地塔周边的一些生态 肯特地这边实际上社区就是努力在达到一个这种灵活的 然后可扩展性极强的一个这个社区生态 然后现在的话实际上已经很多功能 都是可以去通过这种接口化或插件化的形式 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灵活 例如那个Seminal Shutter 然后OCI的运行时 Untime的Same Client 然后这个NR刚才说的那个NR的一些插件 都是那种可以让用户去替代的一些这个模块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非核心的一些项目 去加入到这个Connect的组织中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社区项目 然后社区项目啊 还有一些这个厂商的一些项目 都去采用了这个Kennady 特别是这个 那个Kennady作为这个1.4以后 作为这个Connect的这个默认的这个CII运行时 这些就是当前的这个一些比 一些这个采用这个Kennady的一些Connect的一个厂商 当然也不只是图 这些列表上的这些 然后然后就是Kennady Kennady的话通过他的一个这个标准的这种GIPC Service 来去做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接口 接口规范化 然后另外他提供的一些客户单的话 其实在整个Kennady的项目中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CTR这个命令 然后它是一个 它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一个开发性的一个工具 然后并不建议在生产中去严格去依赖他的一些命令的一些这个稳定性 但是他因为他的接口是和这个是比较偏底层 或者比较接近于这个Cennady Service的这个接口的 所以他在灵活性上提供的是比较大一些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用这个社区的一个这个项目 就是Ned Control这个项目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是提供一个像Docker一样的这个命令行 然后OV提供了一些社区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支持 然后比如说经常的拦加载啊 然后经常的这个前面验证啊 之类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OV的一些功能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经常会用到的这个CII Control这个命令 然后另外底下的话是一些这个Colima啊之类的Finch啊之类的是一些这个厂商性的 还有那个Renture之类的厂商采用的这个Cennady来做这个 采用Cennady的一些这个工具 那个TankShutter的话 它实际上是这个对镜像的一个这个存储 还有这个层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一个模块一个组件 然后它在内置它内置了一些这个对Linux啊Windows啊这类的环境 进行了一些内置的一些这个组件支持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通过Proxy Plugin的方式 去额外去去插入自己去实现的那个 那个快照的一些这个服务 然后包括例如这些这些这些蓝加载的这些 这些蓝加载的这些这个 这些这些这个快照服务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 Proxy Plugin的方式去接进去的 包括一些其中前三个的话 实际上是已经是成为这个Cennady组织的 Cennady组织下的一些这个非核心项目 然后其他比较两个的话是 那个厂商性的一个这个项目 然后其实这个Rentime和Shames这一部分 实际上是Cennady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部分之一 然后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的这个灵活的这个 灵活的这个就是灵活的这种可扩展性 实际上也保证了Cennady可以在各种的这种 杀相机制下去这个去使用 然后包括最常用的就是 大家可能是默认去使用的Rent-C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OCI的一个运行时 就是对于那个Linux的东西 然后还有Cennady组织和Yuki 这两个的话也是去使用其他语言来实现的 这个那个中期运行时 OCI的一个运行时 他们也是在社区里比较受那个欢迎的 Rent-G的话是这个Fibius Geos 基于这个来做的一个这个OCI的运行时 它是一个实验性质 大家也可以感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对于Windows的这个场景下的容器 Windows下的容器的话就是这个 HCS-Shame 还有这个Rent-HCS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Rent-C的话 Rent-C的话是这个 最近新加入到这个Cennady组织下的一个OCI的运行时 它主要是运行这个Massam的这个杀箱 然后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然后其他底下几个就是比如Kata呀 这个Vider呀之类的 都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种 其他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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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箱隔离的这种实现的运行时和SIM 然后其中那个Quaza它实际上是通过对Cennady的进行 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项目吧 它对Cennady进行一些 一些这个定制化 然后去目击是为了减少这个常态运行的SIM 然后来并且它在里边还运行 那个维护了一些多个这种Sandbox 多个杀箱技术的这种运行时的SIM 然后的话 那个InventSIM的话 实际上也是个很有趣的项目 它是用那个EPPS 来做这个容器 做这个容器进程的一个这个管理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WASAM的话 WASAM的话是一个这个当前社区 当前这个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杀箱技术 然后今天上午的话 KACE那边在上午的那个竹端坛中 也介绍了这个WASAM技术 在整个这个CNCF里边的中小性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不详细去介绍WASAM相关的技术的一些核心点 然后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一下WASAM这个核心技术了 我们就主要去看一下这个 可能地社区和WASAM社区之间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碰出的一些火花呀之类的 或者说是做的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RAMC这个项目 它实际上是一个 WASAM运行时的一个这个 最主要的就是做一个WASAM运行时的一个这个SIM框架 然后它基于这个RAMC 它做出来的两个这个 RAMC做出来的这个SIM框架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模式的 分别是一个就是正常的模式嘛 就是正常的起SIM框架的那种模式 然后就是它会去 先去启动自己的SIM框架 然后去自己去把自己在 ESEC出来一个自己 然后去起这个Task Service 然后去连它 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其实可以看到 它通过去集成了这个YOKI这个运行时提供的Live Candina的这个库来保证 来让这个 来让这个SIM可以同时运行WASAM 还有这个Candina正常的Linux容器 也就是说在一个杀箱 在一个Sandbox中 我们可以同时运行WASAM和Linux容器 然后的话另外就是共享的模式 共享的模式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 SIM是一个这个额外的 是一个常态运行的一个Domain的一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SIM会去调用这个 常态运行的这个服务 然后去告诉他 我说我要起一个Sandbox 然后他会把这个 他会在里边去起一个Task Service 然后把地址传给他 然后他又会去连接他 然后进行一些和上面一样的 一样的一些这个逻辑 然后实际上对于这个框架来说的话 我们用户需要去定制化去开发的话 实际上只需要去这个蓝色的地方 就对于WASAM Time这个运行师来说 他只需要去做这个WASAM Time这些适配 中间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不需要去 做太多的一些做任何的一些修改的 然后 然后这个WASAM Day的话 实际上他除了这个WASAM Day的话 他除了提供这个框架以外的话 他还提供了一些 常态一些这个标准化运行时的一些 这个二进制 就是SIM的一些命令 包括WASAM Time WASAM Age 还有WASAM 他其中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去做一些 host function的一些这个挂载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 外外的能力的一些暴露 他只是标准的去支持 WASAM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接口 然后但是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 DASLIFES他提供出来了一些 基于其他的一些WASAM 应用框架的一些这个SIM 然后在当这个SIM去 这些SIM就是有一堆SIM之后 我们该怎么去正好 很好的去运营它呢 尤其是在困难的环境下 我们不可能去每一个阶段里边 都去去手动啊 去运行去跑啊这种东西 去跑这些脚本 就是比较累一些嘛 就是人力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 也可以去有一个这个 KVASAM这个项目 他实际上是做的是一个 是让你的困难的节点 去支持这个WASAM的运行 他的可以通过看一下这个命令 就是只需要一个autotation 打一个autotation之后 他就可以帮你去 把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SIM 去安装到你的这个节点中 当然这也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 就是 就是这些SIM安装到这个Kentity的 安装到节点中之后 Kentity运行了 更改一下这个Kentity的配置 然后这个Kentity 我们就可以去部署一些WASAM的 WASAM相关的一些这个容器 或容器中可以跑一下WASAM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WASAM工作组的一些内容 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是在这个 也是有一些任务去和 需要和这个Kentity 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 做一些这个联动 然后包括这个 刚才所说的 包括这个 对于OCI这个WASAM制品 影响官的一些 一些这个 一些一些修改 就是他有一个 他们简单定制了一个OCI制品的一个 镜像格式 然后这一部分也是需要 Kentity做一些特殊 做一些这个WASAM兼容 这也是现在皮下 正在是处于review的阶段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工作组的一个提议 就刚才 刚才看到那个Kentity 它实际上已经做了 是对节点的 节点中安装这个 Same的这个 这个操作这个逻辑 然后但是这个实际上是 只针对于 只针对于WASAM WASAM这一部分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我们想 这个他们想去做一些 更加更加灵活的 就是更加通用性的 就是在这个Kentity 如何去整 如何去很好的去管理 KentitySame的生命周期 就是我们怎么去保证在 当我们想 更加一个Same的时候 去更好的去 去把它安装到节点中 然后去保证 Kentity在安装的过程中 不会去 出现一些崩溃 或者出现崩溃的时候 如何很好地去恢复它 这个就是 这个题所需要讨论的一些内容 然后包括它在定义 在空间体制中 定义了一个Same的一个CRD 然后我们社区都非常欢迎 大家去进行一些这个参与 然后我们主要的话 我们主要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参与的时候 可以通过Kentity这个仓库的 这个衣袖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都可以 衣袖啊之类的 就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 然后也可以在 Slack中 去和我们 Slack中去这两个这个channel 去和我们去聊 去发现何的这个 然后我们去 会议的话是每个月的 第二个周四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再参与到 这个Kentity的这个 灵活生态的一个构建的工作中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再展 可以到楼下那个展区 然后我们是F1区 谢谢大家这个 的这个参与收听 因为那个我们感觉 我们超市超远很多 然后 我会在下面一楼的F1 然后我今天下午跟明天 我都会在 如果说大家想问了 可以到一楼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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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